邀詐勞工 政治黑手 撤銷一成 独裁政府 邀詐勞工 政治黑手 撤銷一成 各位美女朋友 立法委員行違法 第二章倫理規範第七條 第七項脅迫他人為意識之作為或不作為 對依法行使職權 醫事人員作為大致要求或干擾 第十項對其他違反委員因共同違反之規則 今天國民黨要在這邊告訴所有的國人 民進黨就是獨裁的政府壓榨勞工 民進黨伸出政治黑手進行撤銷已經發出的開會通知 跟議程一例一休出賣勞工不敢討論 今天 今天未還委員會 今天未還委員會要變更議程討論的是重大的勞工議題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報紙 今天的重點還是勞工的議題 勞團已經要到行政院去抗議了 民進黨護航不敢討論 民進黨護航不敢討論勞工議題 我們要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譴責民進黨 譴責民進黨 我們請這個勞動部的官員要到現場來 今天我們討論的議題是有關於勞工重大的議題 包括一例一休還有很多的工會罷工的議題 麻煩現在去請勞動部的官員到現場來開會 委員會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議長 竟然可以下令要求議事人員 把發出去的開會通知還要再撤銷 已经发出去的电子公文 可以要求医师人员 一通电话 打去要求撤销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最不遵守 我觉得今天立法院 苏嘉全院长 口口声声说 要回归委员会 要回归委员会 结果委员会 做的一个变更议程 竟然可以撤销 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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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完善 最黑暗的一天 为什么最黑暗的一天 因为 这个 在103年4月 4月17号的时候 这个何新淳 他也是在4月16号 临时变更议程 17号就可以讨论 还有105年3月 这个7号 刘世芳 也是一样 变更议程马上 就可以开会 我认为说 这个民进党 尤其 朱家权院长 政治黑手 升到委员会里面来 要一个幕僚长 来撤销 所有 今天排的议程 我认为说 这个是政治黑手 升到委员会来 政治黑手 升到委员会来 这个 你要讲他们有多次 我们所有的变更议程都是合法的 而且有录音录影 有录音录影为正 录音录影 是周周二日 七天假日的问题 所以你们不敢面对 劳团的抗议残情 民进党大玩两面手法 今天这个议题 不是蓝绿的问题 是广大劳动的议题 民进党 借今天的杯葛议程 民进党借今天的杯葛议程 苏家权的院长 苏家权院长 手尖身进来委员会 不敢面对今天 国定七天假日到底三不删除 一例一休 到底可不可行 来欺骗所有广大的劳动 今天楼下包括行政院 都有很多的劳动 面对未来劳动不要的修法 有很多的意见 试问 这不是民生 广大民生重要的议题 为什么 民进党不敢面对问题 不敢讨论 为什么不敢面对问题 不敢讨论 林书芬委员从礼拜一开始 就大力利用人数 杯葛议程 编更国民党的议程 今天你们如果认为 过去广大劳工 是支持你们的 你们为什么不敢面对问题 不敢面对问题 谁跟你学义 不敢面对问题 民进党不敢面对劳工 不敢面对重大议题 我再告诉各位 昨天本席变更议程 最近 下礼拜本人会马上排 尊重政委 为什么本下礼拜 为什么你可以排 本席不可以排 今天就要讨论 今天为什么不能讨论 你给一个好的理由 今天为什么本委员不能讨论 劳动部的版本 今天就要送到习政院了 为什么立法院不可以监督 民进党立委 你们在怕什么 你们在护航什么 为什么不敢争取劳工权益 在今天好好的讨论 为什么不敢讨论 为什么不敢讨论 心虚了吗 怕了吗 选前只要劳工的选票 选后之后就把劳工抛一边 这就是民进党的真面目 今天很高兴听到民进党委员 说要遵守议事规则 我们王玉敏招委 昨天完全合法变更议程 根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16条 特殊情况可以变更议程 民进党过去三次 都有临时在同一天 变更下午的议程 今天是立法院 秘书长将黑手违法撤销 我们合法变更的议程 这个是非常 民进党完全不遵守议事规则 政治黑手 我们到委员会里面 我哪有宣布散会搞清楚好不好 吃消息好不好 民进党装夸 政治黑手 生进来委员会 搞得一世人员要请辞 搞得牛纸命要请辞 政治黑手 昨天晚上八点半 升进委员会 搞得一世人员必须要请辞 谁下的令 谁下的令 民进党不是第一次 休息 民进党不是第一次变更议程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民进党 美常常在议程面对广大劳工的诉求 为什么不敢讨论 今天如果认为劳工的议题是重要的 应该不分难命 今天定期讨论 大家好好讨论 劳工的议题 今天定期讨论 劳工的议题 今天议题 今天议题 不敢面对 不敢面对 你不敢面对 民進黨大碗兩面守法 你不敢面對問題 不敢面對議題 不敢面對議題 昨天我們王愉民委員 趙偉合法變更議程 議程確認了怎麼變更 當然可以這樣變更啊 民進黨變更多少次 你們可以變更 我們就不可以變更嗎 劉世芳趙偉 因憲兵非法搜索事件 當天變更議程 經濟委員會105年3月15號 林載華召委 因農氣課稅對公立發的影響 全天變更了解 都可以變更了解 今天民進黨不敢面對勞工 不敢專案討論一例一休的問題 遵守議事規則 昨天是國民黨 我們完全遵守議事規則 我們完全遵守 是你不遵守 民進黨不敢面對勞工 不敢面對 不敢面對問題 昨天的會議結束 違法撤銷合法變更的議程 如果這樣可以搞的話 以後立法院就沒有議事規則了嘛 就是你把黑手伸進去 違法黑手伸入委員會 違法撤銷我們合法變更的議程 清清楚楚 要不要開會 繼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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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遵一個公道 為什麼可以違反 你們都不敢來報告啊 要叫他來報告他不敢來啊 要來報告嘛 勞動部官員到 我們才可以開始開會 要開會啊 來報告他不敢來報告啊 勞動部的人在哪裡 勞動部的官員要到才可以開始開會 勞動部的官員在哪裡 大家關心的是一粒一休 是搞什麼東西嘛 來報告 我下午五點訴訟要求 議事長要把議事變更了 變更議程 變更議程 不是第一次 變更議程 不是第一次 人數夠 有錄影為正 聽我們說到議事規則 你們做在野黨就可以變更 身為勞工的代表 身為勞工的代表 不敢面對勞工一雄一令的問題 開放做討論 你們後援你們欺騙 分兩手策略 手一手要拿勞工的選票 一手又不敢面對政策 討論問題 當然說 我們的變更議程為什麼不行 還可以霸佔主席台咧 這個拜託 為了勞工的權益 這不是重大議題嗎 為什麼不能變更議程 民進黨你自己說清楚 口口聲聲說關心勞工 勞工這麼重要的議題 勞工這麼重要的議題 為什麼不是重要議題 今天行政院已經要定案了 勞團也跑到行政院去抗議 這麼重要的社會高度矚目的案件 為什麼不可以變更議程 為什麼不可以 昨天在錄音錄影的情況底下 我們有三位委員在場包括主席 我們是開會的情況底下 變更議程 你們的招委 當天就可以變更議程了 沒有人這樣處理的啦 台灣還是要有法律啦 這句話民進黨講出來很好笑 民進黨的真面目 民進黨是選前假謙卑啊 選後真傲慢 真的是傲慢 利用多數的優勢 強力強迫 如果招委變更議程 今天希望大家能夠尊重委員會 委員會招委所排定的議程 應該予以尊重 希望民進黨不要破壞先例 希望民進黨不要破壞先例 關心藍綠 關心勞工不分藍綠 關心勞工不分藍綠 你們有種今天就開會討論 開會討論 跟媒體報告 今天本席有邀請關心的勞團 結果現在竟然被擋在 我們立法院的外面 沒有辦法進到會議現場來開會 立法院還有民主嗎 立法院還有民主嗎 把勞團擋在外面 不讓他們進來開會 把勞團擋在外面 不讓他們進來開會 要譴責民進黨 專制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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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菁怡 你們如果重視勞工的話 今天為什麼不敢討論 今天只是把你們的版本拿出來 公開大家好好討論 公司勞工請持續 長期關心勞工 我們非常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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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非常關注 行政院丟出來一生一力的版本 為什麼不能公開好好的討論 關心勞工就把勞工請進來表達他們意見 立法院不是嚴謙 他為什麼不變得異彩 剛才開會為什麼不公民政黨變成異彩 讓勞團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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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提議是多虛報領詞嗎 讓勞團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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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靜宜 委員你不要凸顯多數暴力 禮拜一是因為你們強行用多數暴力才通過那樣的決定的 禮拜一是國民黨同意 禮拜一的議程確認是 國民黨都合一同意的 沒有表決 議程是大家都同意的 關心勞工到禮拜三下午才想到 關心就只關心到記者會結束了 禮拜一早上你們排的案 現在才想到會不會太晚了 就只關心到記者會結束就沒有了 禮拜一就排的案 為什麼禮拜三下午才要偷偷摸摸關心勞工啊 跟在場的記者朋友說明一下 因為這次王毅民委員的一個排案是三天一次會 所以我們在禮拜一就做了議程的變更 那這個事經過委員會大家一個協調 而且沒有投票 那這樣給議程確認之後 要變更也要四加一 也就要五個人 昨天王毅民委員在2點21分宣布休息之後 那五點多自己回來通通開會 所以變成有一個5點10幾分回來再開會 然後自動變更議程 那這個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三天一次會裡面議程已經確認了 不應該做這樣的一個變更 而且即使要變更也都沒有通知我們 這個我們要質疑意識人員的立場 意識公正的部分 當然也沒通知我們 我們所有委員都不知道要開這樣的會議 所以這個是一個幽靈的會議 所以我們不支持也不同意 這樣的一個議程的變更 所以剛剛提到其他委員會 或是所謂的委員招委 當天變更議程 我要在這邊說明 三天一次會是禮拜一就確認了這次議程 那我們其他委員所謂的當天變更是一天的一個會議 所以招委確實有這個權力來做這個變更 所以我想這部分我們要再次的澄清 因為我覺得這樣吵是沒辦法把問題講清楚的 我們現在在民進黨團隊上議程的這個問題是不正確的 那至於有關這個週休二日的一例一休的議題 我們下禮拜林淑文招委也會排 所以我們不是反對這個議題的討論 而是在這個程序的議程的一個不正義上面 我們提出抗議跟反對 違法啦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說明 是下禮拜我們就會排了 所以我們是反對他這樣的議程的變更是不合法的 一個幽靈會議怎麼可以同意他這樣來做呢 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次呢 再次做一個說明 因為剛剛實在這樣子很吵 不是國會議堂上面該有的一個崩壞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正本青年 對呀 真的很亂 對呀 真的很亂 對呀 真的很亂 各位議員朋友 我們今天要來臉書來談今天所有的這個過程 第一個 大家不要輸紅瓶 違法人亂出席 根本這兩個違法 一個例完委會贏上會以後 他不一定說壓著意思的演員來的時候 要變更 然後這樣可以的話 因為我還根本 隨身差不多都不必有議事規則 也不會有直接議事化 各位想想這樣可以嗎 那另外一個也是違法 因為有關議議程的變更 一定要開那個什麼變更 這禮拜一已經變更過一次 還不能夠一次 然後禮拜一是大集合 不可能中間帶有變更議程 你說沒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變更議程 即便要提呼議案都沒有空間 所以這很清楚的事情 提呼議案也要有文化 事實上這連提呼議案都沒有空間 所以這只有純粹兩萬幾分 你要叫當部長來報告 這一定要在報告 所以我們有什麼 都不可以議的 對 那你要做什麼事 我們可以開 你不用開 我們跟你開也沒有關係 叫當部長來報告 昨天那個 包括勞基劃 這個很中大事 當然要 要給我們 還要送保安來 還要審議 所以 可以看出來 我們今天 在另外一個裡面 已經完全亂來套 這樣一個違法 大家不要哭 可以一直鼓勵 請各位媒體 寫的時候 要把它講清楚 假如這樣可以 那我們立法院 所有的事情 所有意識規則 都可以回家 這道理非常明顯 要直接做錯 然後 看見媒體這樣報告 所以有衝突 立法院 民黨 民黨在阻擾 這個道理 要講清楚 是可以有旗幟 拜託 請各位 把這個聲明 把這個違法 我們其實 把他 講清楚 好不好 謝謝各位 當然 他不下去 南美有所激動 這沒有什麼好回答 贏他們 都可以知道 如此 不激動的 會人爺 大家都激動 好 我想 政府不激動 這個地方說 他們是不要違法 亂激 黃泰國會 會 進行 嗎 黃泰國會 沒有激動 對 其實 我們真的 不要 來黃泰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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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重點 想重點 你昨天 會激動 不激動會 會 我也激動 你看 每一個都很激動 我更要想一會說 昨天晚上 為了這個事情 我打電話給李德福 說今天有這種情況 大家先寫上一下 那要怎麼處理 都沒有關係 但是 不要違法 即便要來做 幾部展中報告 我們解決奉陪 那總管他就講了 好 今天早上就演這次這一套 然後說什麼 還要什麼 那個 主命要支持 什麼 政府根本幹不下去 因為 因為比較重非法事情 他怎麼幹得下去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把 不是你弄清楚 你留不清楚 他出來講清楚 打我們總統說 我們怎麼打個 我們 看疫情大家現在談 他就是發動公式 好 這樣子亂搞 請大家 引力請責拜託 好不好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沒有 有 別再往前 沒用 沒有 還有 當然 很 他 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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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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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